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脚踩踏 让心飞翔 Let's封单车与你一起用单车翱翔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来到这个单元进行的是单车生活家 我是燕儒 我是哲泉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真的邀请到很多的好朋友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精彩 对 但是这一位的故事是让我觉得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生活的一些历练 对 在四项我们在聊的时候呢 就光是人生的故事就让我觉得惊叹连连 没错 自叹不如 让我们邀请到的是蔡中心 欢迎蔡董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蔡董 谢谢 能够在空中跟各位见面的话 是一种非常荣幸 蔡董大家应该 如果骑车朋友们应该都蛮熟悉的 对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他 对 蔡董呢 经常一个人去骑车 对 也许跟大家的习惯比较不一样 对 但是因为骑车 每个人的骑车观念跟个性 跟想法跟感受都不一样 对对对 不过我们可以先请我们蔡董来分享看看 当初骑车 因为您 我们先分享一下您的年纪好了 好不好 蔡董大家线上直播朋友可以猜猜看 我现在人龄是74岁 实际人龄的话 因为我户口办报 应该是77岁 所以实际年龄应该是77岁了 对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快要80 对他刚刚我们去楼上接他的时候 他走路的速度极快啊 真的 对 剑步如飞 我觉得蔡董呢 可以从健康养生啦 可以从人生哲学啊 还有从时下的观念都可以分别来做一些分享 对 不过今天单车节目嘛 好 我们现在从单车来开始谈起啊 好 所以蔡董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单车呢 开始很认真的去用单车来运动 因为这个从我小时候那时候的年代 单车是我们必须的功绩 生活功绩 对不对 但实际上能够跟单车结缘的话 也是一个因缘即废的 的时候 那时候 台湾杰安拓常常在报纸里面广告 骑单车可以走向自然 大自然 可以在自然 大自然 享受你的人生 这种广告的话 深深的吸引到我 对不对 对 然后我听他过一句话 对 坐车 开车 太慢 太快 走路 走路又太慢了 骑车刚刚好 这个话深深的打动我的心田生态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应该去买一台比较好的车子来玩 刚刚在玩的话 因为我早期的话是感恩求援 后来在登山 也相当热衷于登山 对 我秉孙是一种高山翔岛 我在爬一山的话 我速度很快 对 所以我是当天下午就下来了 所以我爬96次的过程里面 几乎是差不多三分之二是当天来回的 就是爬了96次的御山 然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次数都是当天来回 当天来回的 天哪太厉害了 所以这体力本身就非常的好 因为我是把体力储存在体内的 一般年的话是把体 当时候要去爬的话 才去出好的东西 那是一种错误的 大家都是临时抱佛脚 临时抱佛脚 对 所以从年轻的时候 您的体力就相当好 我第一个 因为我是来自一个相当困苦的家庭 那种家庭是因为有政治因素 我是228受软家 家庭是那时候所有的青年都不敢接近 因为那个年代跟实在是有所不同 也不能够随便讲话 对 在那个年代里面 我母亲去替人家洗衣服 赚钱来养活我们一家七口 对不对 七口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的话 第一个我发觉到我是老二 我必须要负担起这个家庭的一个责任 帮助我的母亲 所以我当时候说 我都去聚茶 聚会 用烧水 让我小弟小妹去洗衣服 我就开始说 那这样子我不然会了 我就洗冷水了 洗冷水了 我说洗冷水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洗冷水 到大人的话 我在冷水再换冰再洗 所以我本身就抗体 要说的话就说超强 是不好意思的 是特别好 所以我从16岁到现在 未曾感冒过 那我不是未曾感冒过 我常常下一天 不穿乙衣去骑车 那骑到时间过久的话 会回来会有一点会烧 政府会会烧 那时候我就刚好 我必须要跟这个挑战了 我就去喝一些烧茶 然后再走 走到老干就好了 你这样子必须要不断去挑战 你不要贪生怕熟 因为我们说一句 安全是好听的话 实际上你是怕熟 落后 为了安全 别走 只是落后 你在鱼的旋律之下的话 那种情调 那种感觉的话 是你人生最高的意境 你知道访问蔡董 让我觉得自己很像小老鼠 胆小如鼠 真的让我觉得很 佩服跟惊叹 其实因为在骑车 很多大家的朋友在骑车 就是刚才蔡董提到了 天气好 我们才会愿意出去骑 一来是不想生子被淋湿 二来因为那个沙子 喷了车子满都很脏 对 但是蔡董不一样 反正他喜欢就出去了 但是蔡董骑车有很有趣的是 比如说我们会参加车队 会三五好友成群结队一起出去骑车 可是蔡董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去骑车 也不能够这么讲 我如果参加像乔巴 那不肉依的话 他是一千多个人 甚至两千多个人都有可能选 但是是一个很大团队的一个骑车 但是人家都是说能够有人破风跟在破风走 那我不说我是脱离那个队 我个人再骑 你个人骑的话 你可以无限的延伸你的水 你可以很弹性的应该怎么样子 你不要跟人家走 你前面骑的快 你后面要跟的话 跟到后来你的心脏就扣大了 那问题就来 大可不必要 其实人家常在讲说运动 会怕运动伤害 所以其实蔡董自己有很多的骑车的养生方法 或是运动的养生方法 运动的话你要羊肉而吃 对不对 你要应酬帷幄 对 应酬帷幄你的身体的状况 对不对 你不要硬是跟人家抢 你跟肉的 跟骑车的骑车会很累 像我骑车的话 隔壁都火了 我就不会跟他骑 因为你没有阳刚 你连接触到阳光 你都不要了对不对 对 那我就不要去 那太一个理性化了 我就不要跟他去 哈哈哈哈 你整个面都包了 对你的呼吸气氛有影响 因为你的棉吸吸入你的肺里面 产生对肺有影响 对对 那为什么既然阳光那么可贵啊 你为什么不敢去接近阳光啊 对不对 对对 你又季节阳光的话 那你骑车的运动的话 那已经失去到真正的医院 对对对 就整区都别骑了 整区都别骑了 不是 没说整区都别骑了 我应该要骑了 哈哈哈哈 那有一种骑车的话 他是怎么骑 嗯 骑去找好吃的东西 对 那你今天消耗到的热能 你又把它急速的补回来 又补了又超过了 哈哈哈哈 那又好苦啊 蔡董 您现在在讲的好像就是我跟巧八 哈哈哈哈哈哈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车友叫巧八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美食当前无惧 好为什么我们要cue到巧八 是因为现在我们在录音的同时 巧八再帮我们拿手机直播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其实每个人骑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乐趣在嘛 对不对 好像蔡董就是喜欢骑高山 骑高山 对不对 但是您一开始骑单车就是往高山挑战吗 一般的话我不在都市里面去骑 如果从台南到高雄的话 一般是走公路嘛 对 那不是 我去找合体找海体 这样这样骑到高雄的话 你这个生活前期都不一样 一般人都是开车主要开过境道路嘛 对不对 如果我开车跟骑车的话 我一定会走到小巷里面 小巷里面 那个货街人生 可以反映到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 因为大马路的话已经过于现代化了嘛 对 对不对 那货街的话就截然不同 还可以保持原来的传统 对不对 那种传统是相当可贵的 对 而且我们可以从当年的旧目 四位起消失器的事业 一串串的活跃 对 那种生活意境的话 跟你骑车能够搭配在一起的话 那是人生一个很好的享受 对不对 就寻找在地的人情味啦 连文 因为你骑车的话要骑出连文的路线 你不能够骑车一个速度的路线 没有用嘛 对不对 对 蔡董有在开班受课吗 哈哈哈哈 不过蔡董我想请教的是 像您这个年纪在骑车 孩子孩子或是太太 会不会比较担心您自己出去外面骑车呢 起先的话他们是 绝对反对 骑车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你骑车的话又不知道 我一般的话骑车的话我不会说早上吃气下中午就回来的 对 我一定要到三更半夜再回来的 三更半夜 因为你截然不同 你如果骑车骑到远的话 你黄昏的话那种夕阳西下那种夜幕低垂 发生粗丧的感觉的话那是种截然不同 你为什么不容在那个生活的意境里面 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早回来 你又是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啊 对不对 所以整个山一天就山一天 啊你何苦啊 如果快点要做什么 时间毕竟有限 对 对不对 岁月又走得很快 对不对 你没有好好的把握当下的话 你的人生是起来一般有何用啊 对 所以就是家人还是反对 但是就先做了再说 我出去怎么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给他们讲 不能讲 都不能讲 这一集不能让孩子听到 甚至我要去骑车的话也不给他们知道 对不对 真的 因为如果我去骑车的话 要去骑那个几百公里的话 我如果跟我太太讲话 他们说你这个神经病的 那我不讲就没有神经病的存在 不讲那么神经病的存在 真是有哲理 真的耶 可是其实蔡董骑了很多地方 然后骑了很多高山 都挑战难度的 有难度的路 这是 这是需要一些时间养成的吧 还是 讲对的话 你的个性 属然 你要培养你的个性的话 因为你 很多人骑车 如果刚才有走 刚才有 还有一人 他就没有 战斗一阵 因为他是要骑车的 对 互相吉利 对 你如果单独一个人的话 他就了无情绩 对 他就忘了切剥 对吧 对 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 有所交代的话 你就要尽力而为 对不对 你就不能够有推偷了 因为你是对自己的交代 你富有何求 对 蔡董真的可以说 应该说对自己的人生 真的是非常可以交代 对 对吧 我常常在讲 我是台湾最快乐的老人 真的 可以见得 因为同我这个年龄 已经回到老家了 已经住在边 住在边 现在我还活跃这个社会 对 我骑车不会找上海年纪的 我都是跟年轻人在拼 对 因为我追过年轻人的话 那种喜悦的感觉 可是蔡董 你没有考虑 被您追过那年轻人的感受 我就是要刺激他们 年轻人要苦苦 你为什么 真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被 就是说在年纪上面 好像已经老了 可是其实蔡董在心态上面 是非常年轻的 好像2001年的话 诺贝尔胜礼奖得奖 那个是伊莎白 他讲过一句话 人的长寿跟吸烟喝酒 是接着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他在于什么样子呢 他的论文在于什么 在你的生活态度占了百分之五十 所谓的生活态度是说 你要想得开 要换得开 对不对 对 你不要靠 靠庄教来 自己教法 你要自己去教法 你自己 对不对 自己去指令你自己嘛 对 你不要参加宗教嘛 你宗教的话 你要把时间去拿 蔡宗教了 对不对 那时候 你再来 骑车来 温度 那不太好 对 对 对 所以你 你要有自己 你的指定 你才能够对你的年龄 要与我所交代 对 对 我觉得如果蔡董不讲 她是77岁的话 你应该感受不出来 大家都会觉得 对啊 就跟年轻人一样 是很有活力的 年轻人可能都还老太隆重 对 这个方面 坦白讲 我是因为 骑车不是运动的唯一 不是唯一的运动 对 骑车你还要带动什么样子 你还要重塑养生的工作 对 养生的概念 你要足入你 骑进那个养生的领域 才有办法 所谓骑进养生的领域 是指说 往高山的地方 去比较享受生领域 那是其中注意 那是喜悦你的心灵 对 让你的灵魂 像烫旭船一样的摇摆 对不对 摇摆的幅度的话 我们烫旭船起来 你的灵魂就很快乐 对 心灵上就很快乐 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说 你对粗 对 的节制 对心灵上的愉悦 你都要做得相当 尽善尽美 对不对 像比如我 我的话 平常不喝可乐 我骑200公里的话 才准喝一杯咖啡 咖啡 开始吃一个口 如果骑不到200公里的话 那你今天就不要出来 所以200公里是基本的消费 基本的消费 基本的消费 我才会去吃这个 所以这份的 其实我全家对我来讲的话 是一种很陌生的地方 我们在封系列的话 一定要到里面去打卡 对 对不对 我打卡的话 我没有去吃 吃黑烈 吃什么都没有 我第一个是 像那个卖列的一种东西 是那个 谷物的 卖列谷物这种 我吃 但是我没在意吃 因为我们的皮肤的话 那时候我们的毛细孔已经砸开了 对 你在冷气里面 可能你不是受不了的问题 对身体的安全叙述的话 可能有一种影响 所以我比较少了外面 我不会在那个这样去享受人生 真正享受的人 是在太阳底下 你才能够享受到你的生命 哇 对 就灿烂了 对 真的 哇 真的 回家人气少开啊 哈哈 哈哈 能气是在情辉得语的时候 对 实际上 不要开人去 真的 对 这就是骑车的养生之道 骑车的养生之道 好 那听到这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回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蔡宗欣 我的单车名言就是 骑单车是对生命最好的交代 快来跟我们大家一起 Let's home 单车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回到单车生活家 我是燕儒 我是哲泉 在今天的单车当中呢 邀请到一位相当特别的来宾 对 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一个阶段 也听到蔡董分享了一些 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 不过我想请蔡董来与听众分享一下 就是您有没有是经过了哪一场赛事 或是哪一场活动的参与这个过程以后 影响到您骑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呢 我最大的转变点应该是讲说 我自从参加风系列 那所谓风系列的话 我稍微要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风系列它规定是 你要参加200公里完赛 然后再参加300 300完赛的话再参加400 400完赛的话才参加600 600几的资格的话 你才能够参加国外的 那是一种基本门槛 你这几场比赛的话 而且你不是官司参加一次 你要很多次的 要很多次 你要在因为它四人挤办一次 PVP是世界上时间最久的 它比黄化赛还早十几人 它每四人有办一次 它是东西向来回的 1200公里 所以你要挤的这个资格之前的话 你在台湾的话 你不可能最后三天去参加 你如果万不一一次没过 怎么都完蛋了 所以你不断地要去劣积 像我当时在劣积这种比赛的话 我叫做有七八个轮回 七八个轮回 那时候我是很少 我是不愿意残恋的人 只不过最后一次的话 因为是机械故障残恋 但有一处的话 我是在在 如果要去买的四公里那些 我买到 我车跑时跑时跑 我时间太久 天啊 有一次的话 我这样回程的话 因为在香港那儿 轮胎破两半 破了没轮胎 一个车友 拿着轮胎 我走上去 这是我们那时候 都有一种革命感觉 那时候我才用 骑回来 骑回来是最后一分钟 到达终点 所以那是一种毅力 也是一种生活情绪 也是一种 从各方面的话 你要累积 你不服输 你才能够达到这样子 要不然人家 在罗人说 稍等你去那儿坐车 不然你时间已经不够了 对对 我说我尽量去骑 最后 我在得风干嘛 对不对 因为说 还存多久的时间 你可能骑不够 但是我最后还是 把他骑到 哇 真的 我最后一分钟 对 最后一分钟 所以你要坚持到最后 失败 残忍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坚持到最后 怎么知道结果 对 你不要轻易的去放弃 对 你知道国中的时候 有一堂课叫做运动家精神 那个课文 真的就是在蔡董身上 完全看到这种精神 对 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200K的这个活动 是开启了 蔡董真的开始 对对对 风 单车 因为我不断的向他挑战 不断的想要知道 我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 所以为了这个 在这个里面改变了我的差不多后半段的人生 也不理你 但是在风系列的话 你这种情况的话 常常发生 你在路边有问题的话 人家会跑到你的旁边 你要不要需要帮忙 对不对 像我就是常常把轮胎给人家 因为他已经没有轮胎 对不对 人家我车子破风了 人家看到我的话 也会来帮忙我 需要不要需要帮忙 如果不需要的话 他就可以走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就当下帮忙 这个在风系列里面 是疏空见惯的情况 在其他的各种挑战上 是很少的 对 所以单车活动很吸引人的一点 就是车友之间的那个感情 是很珍贵的 这个在风系列的话 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其他的比赛的话 就很难得了 对 那其实在蔡董骑车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蔡董也交了不少的好友 那因为现在 蔡董这个年纪的车友 可能或许只有他一个了 真的 那蔡董会不会因为跟着年轻人以后 就是跟年轻人这样骑车 相信您的 周遭的车友都变比较年轻 会不会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啊 就是在平常在休息的时候 你会给他们一些比较 交流 对 平常的话 如果在7号 我们进去打卡的时候 我看他吃茶叶蛋 吃什么东西 我说你不要吃这个 吃这个等一下对你运动没有帮助 而且会影响你的消化系统 我会给他夹 对 一般在的话 他们都说你年龄这么大 我希望到你的年龄的话可以参加 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在网络的话 我会给他写个几个 我一般网络不会按赞 我看到你的稿的话 有时人看到你的稿的话 我会给你写几个字 会回应 按赞 不是这个按赞的话 坦白讲 这个网络按赞的话 是一种很错误的 有人 可能普通人说我父亲晚生了 你要给按赞 这个是啼笑结婚的事情 所以这个按赞的话 应该有一点要隔词 你如果认为他写的文章有点问题 你上面给他写一下 直接讲 直接讲也可以 一种导正 对不对 可是蔡董参加了这么多风系列的活动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蔡董真的没有遇过任何的危险 或是说都没有出过状况 有有有 有两个状况的话 这个可能 很多是不是 不能让孩子听 播出的时间 我们会跟您讲 这个问题的话 坦白讲 你人生不理睛风险的话 你哪里有什么成果科研 对不对 人生得以细菌欢 莫属金尊空对面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三金 还福来 你为什么在乎那种困难 你越在乎困难的话 困难也会面对你 因为毕竟你今天不面对sense的话 sense明天会面对你 一样 是不是怎么样 什么叫危险 对不对 因为你贪身怕死 你才会危险 对 我真的很想逢问到来宾 会让我觉得有点 如雷 叫什么 当头棒喝的感觉 真的 因为蔡董除了参加风系列之外 她有参加过中央山脉的活动 这一场赛事也是大家说非常困难的一个赛事 因为中央山脉是这样子 是看你的玉璃啦 对 你的玉璃有过的话 你会加轻就熟 你的玉璃不够的话 那是困难重重 这是相对论嘛 对不对 对 那中央山脉的话 对于人生的话 你会觉得在一个点风状况 因为他是超越点风嘛 对 中央山脉 对吧 超越点风的 超越点风 所以参加这个 这个可以体验你的人生 可以体验你的体力体能 那我在中央山脉 最后得到一个很好的结论 因为中央山脉 你要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他两小时是秒杀了 两分钟就秒杀了 两分钟就被曝光了 被曝光了 我给大会讲说 你这样子的话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话 根本跟年轻人在电脑里面 差得很远嘛 对 他说我给你一个铃额 传过我给你一个铃额 你只要打电话来报名 那就可以了 开特殊先例 这个是 等于是坦白讲 你面对现实的话 你得到了一个回报的话 你是无上的荣耀嘛 对不对 对 就克服种种的困难 对对 人生的话就主要一个荣耀 你就带给你 企业版情怀了 对 所以蔡董你怎么样去鼓励自己呢 你有遇过那一种 真的会让你觉得很难很难 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快要到一个极限的 还是其实没有极限 我认为人是没有极限的感觉 对不对 你像台湾天的话 我出去 我常常台湾天出去骑车了 我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嘛 对不对 因为不能讲 那这样回来的话 你就隔时间 你怎么骗的 我好像知道 你怎么骗的 我刚刚说我要出去买东西嘛 对吧 我乘客三个后 都很早就宽在另外一个地方嘛 对不对 早在的宽好啊 沉长暗渡嘛 对不对 善意的欺骗 你对你的人生也是另外一种敬绝 对不对 如果实话实讲的话 你就活该了 你什么都不能走 就引起家庭革命这样 我当初要去 要爬西马尔山的话 就是我的念人 他不给我盖章 那就没办法 如果没有这种规定的话 西马尔山 也可能死在这个 但死有重于泰山 轻也一毛 蔡董把生死看得很 我看得很淡 看得很淡 对 不是一件会让你挂心的事 但是骑车的安全度 就是要看在你的身体的状况 你的身体状况的话 可以见得及考验的话 你才能跟他去冒险 所以冒险的基本条件就是 你客观条件 就是说你要身体爱好 你的眼力爱好 各种方面条件都要过 你不要轻率去冒险 那就不对了 所以蔡董虽然好像挑战很多 好像很疯狂的事情 好像很疯狂的一些活动 可是实际上 都是有些基本条件的 不是像满夫随便的去挑战进行的 我平常就培养我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在黑的时候 你不会恐惧 第二个在孤独的话 你会享受他那种孤独的 安静的临近的 证明 对不对 要不然说你一个人骑在高山上 一个人的话 真假 上坡还无所谓 下坡的话 你会感觉到 心里面难免产生惶恐 但是你那时候 意志力给他集中的话 你就没有时间去惶恐 那你说就安全达证就好了 对 所以蔡董也在晚上的时候骑山路啊 晚上骑山路 哇 您的山路是 像我们台北这个中设这么短嘛 然后整条路都是路灯的嘛 南部没有路灯 哇 因为蔡董是 台南人 对 专程搭车北上 来接受访问的 对 所以台南的 据我所知台南的路灯真的不多啦 这是山区的路灯 对 所以您自己的单车上面是装强力探照灯吗 没有 那个强力探照灯 电池都说明很短 很短 装了也没用 一下子的话就没电了 对 是您引起单车人生哲学 就是 安全是掌握在你的应酬 你怎么去安全去骑车的话 就是说下坡 你不要骑的太快 对不对 上坡的话 你要尽力而为 对不对 对 第一个 最怕你的呼吸产生一个中断 那就是危险 所以呼吸要一直持续 保持节奏 一直持续的 保持节奏感 有一般人的话 一直在这 开始窜啊 开始窜 啊 就想到他没有长时间的训练的话 他的生成的既难力 有常常就是因为发生 矩筋啊 对 那 抽筋 那就是玩 那就很糟糕的事情 抽筋会影响你的前进力量 对 你的前进的所有影响的话 你就忘了切步啊 你都干脆回家好了 对不对 好好在家里享受 你不享受 干脆干嘛在那里骑车吧 对 干嘛这样子自虐 自虐啊 所以蔡董有经历过就是骑车 然后抽筋的这样的过程吗 我一直在防止 防止 不要去抽筋 不要去抽筋的话 你是平常在训练的话 你知道 一般的话 骑车 一般很多人是刚才骑车而已 对 不是 我骑车只是一个小部分 对 我像跑步啦 拉筋运动啊 其他运动 我做的蛮多的 所以我的身体的状况是很筋狠 你说现在我的胃相当好 什么东西都可以出 对 对对 对 我肺部也很好啊 对不对 以前我常常跟一些医生在一起在骑车 对 后来发起到说 怎么大家一起骑车都一起出嘛 对 后来怎么产生了一种 像是B型肝炎 B型肝炎 我像他们说 我怎么会B型肝炎 应该大家都在这家都会 我说我这样 我了解 但是我不好意思讲嘛 那我就是开始 把身体做一个调整上 过了三年的话 我可以去骑车 对 没有啊 我告诉我的朋友说 我没有了 他说没什么 对不对 你骑车 骑车到结果是没有 最主要是在你的毅力 对不对 第一个东西不要超 因为台湾的东西太好出了 太好出了 你想出 他为了达到你的口味的话 他会不择所断 因为合成的东西太多了 对 影响到你的生理系统 对 来就开始严重了 对不对 所以蔡农平常都是吃自己料理的东西吗 我 像我早晨的话 我准备我的早餐差不多要 要十来分钟了 对不对 准备早餐要十几分钟 我这吃苹果 吃那个奇异果 对 奇异果 那蒜头 蒜头 对 蒜头 蒜头是那种生蒜头还是椰子 生蒜头 生蒜头 生姜 生姜 对 然后喝 喝 喝 吃什么 吃古类的饮料啊 嗯 吃那个干果啊 对吧 对 哦 就是坚果类的 坚果类的 对 对 然后吃那个起司啊 对 哦 起司 然后就是喝优酪乳 哦 优酪乳 哦 这很比较特殊的一个 很健康的饮食 对 对 我就一行健康的饮食 对 你吃 所以我爱宽 这个 因为我家里煮的东西 我不能吃 坦白讲健康是个人的事情 你要说全家这样子的话 人家才不不料你 对 像我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像我像老婆说 你爱一下心灌 她不料你 对 对 我说 你有时间的话 干脆看地理 国家地理杂志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韩剧 哈哈哈 变得那么多 而且没有国家观念 没有民主意识啊 他说你不要管人家好不好 哈哈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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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大學說這句話很好聽 在頭請的啊 時間過世面 你要健康 他認為他生活要準啊 我活在當下我又不追求什麼樣對不對 什麼時候該走他就走了 這個觀念當然是也不錯了對不對 啊像我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們也有辦法 所以有很多人說 蔡先生我覺得你好像不是連喔 連家夫妻出去玩的話 連家都走在一起 你們都不輸啊 你都走得很快 我說你你講這個話 我只能夠贊成一半 有一半是絕對反對 那個兩個夫妻在共人走路都一樣 是兩個人都一樣體肉多病了 都慢慢的來的 像我速度可以走到七八公里的人 我跟一個走兩三公里的人走在一起的話 讓我失去了運動的機會對不對 一般連家在旅遊的話 在旅遊的話都是怎麼樣子 都是盡量去享受人生嘛 對 但我的享受人生是說 因為你旅遊的話 坐在車上坐在飛機上都有空檔嘛 對 那個空檔剛好來運動啊 怎麼運動 怎麼運動 飛機上面很小啊 飛機上面在後面呢 那個有一個料理台 料理台旁邊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你可以在那邊運動 在飛機上運動 很特別的感受 很厲害 對 有一個空檔小姐說 我第一次看到你了 你坐我們坐在法國 參賽比賽的話 十三小時嘛 對 我在那邊坐了七個小時 七個小時 哇 因為一般人在那裡 本來還嘛 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嘛 然後就起來走去什麼 到那邊都會腳 水腫嘛 對對對 那我們 我去那邊休息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對 人都清潔嘛 對 看電視也沒什麼東西嘛 對對對 我去去那邊運動 我運動的話 一次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完了再去休息一個小時 再去兩個小時 所以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你聽嗎 我覺得 保持最好的狀況 所以我在 在大陸高速那個高速高鐵裡面 因為列車長是女孩子的時候 他們都叫我們大師嘛 對 大師啊 你是幾歲了 我看你車位你不坐了對不對 你坐在那個 在我們的中央地帶裡面運動呢 我說我坐在那個天好無聊嘛 那我在這個運動不會無聊嘛 嗯 好 我覺得我們 所以你要掌握時間啦 掌握時間 我覺得如果我們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報告 我們應該都會輸彩筒 應該會 真的 好厲害喔 好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是 蔡董的 奇蹟的故事 可以這樣講 也沒有什麼叫奇蹟啦 我是對自己負責 真的真的 比較自私一點嘛 對不對 不過可以透過蔡董 來跟大家 跟各位聽眾分享 她的不一樣的一個 騎車的一個路程 或是一個心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對我們來說也是 嗯 沒錯好 在今天的單元當中呢 再次感謝蔡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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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用單車享受生活的人嗎 你也有屬於自己的單車故事嗎 快播打 0988873836 來與聽眾分享你專屬的獨特經驗 單車生活家單元 等你喔 編曲